大家早安 安全用現場 帶您關注到的國際消息 這是美國前總統川普遇刺之後 導致幼兒受傷 不過其實現在YG比較關注的是 到底整件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 是不是特勤為安 在一開始就有所疏漏 最近消息 美國特勤局的局長齊朵 現在已經表示說 他會下台來負責 但是回顧一開始 他是堅持特勤局是沒有錯 自己的指揮調度也沒有錯的 好 我們帶您來整理整個時間軸 在7月22號 就是美東時間22號這一天 當時他是出席了國會的聽證會 當然面對很多議員的拷問 就是要問他說 當天的違安佈局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讓前總統川普 暴露在危險之中 好 齊朵他一開始就承認說 是違安的確是有疏漏 並且他也說 這是美國特勤局 幾十年來最重大的任務失敗 但是他認為說 他自己還是特勤局的最佳 人選的領導者 所以當時他是不願意辭職的 不過在這個國會議員 一直對他連番拷問之際 齊朵也被發現他根本就是一問三不知 因為對於當天的違安計劃 還有先前有沒有做出一些 怎麼樣的部署呢 或者說你的人員調度的部分的 這些比較細節的問題 完全沒有辦法說得出來 這個詳細的佈局 也對於一些關鍵的問題 他是含糊其詞的回應 當然也讓國會的議員相當不滿 整件事情不斷的發酵 經過一天之後 在美東時間的23號這一天 齊朵他宣布說他要辭職 而且並且要對安全漏洞來負起全責 美國總統拜登雖然說 他現在人是在德拉瓦州 還持續在隔離 因為他離開了新冠 不過得知這個消息 他說很感謝齊朵付出 那接下來會很快的任命 一個新的特勤局局長 不要讓韋安出了漏洞 好 特勤局長現在 雖然他是下台要負責 但是留下了當然是更多的疑點 因為大家現在都要問的是 韋安為什麼會出包呢 而且這個人他是在 這個附近的屋頂上面 就這樣直接開槍了 那接下來這個離選舉越來越近 還會有大量的造勢場合 絕對不可以再發生類似的意外 那現在有一段最新的密錄器畫面曝光 這個關鍵畫面 可能可以說明特勤局 其實他們自己在偉安上的布局 真的出了一個非常大的錯誤 就是對於一些重要的情資 一開始他們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好 因為從整段密錄器可以看到 特勤局疑似早就知道 有可疑人士在屋頂了 這是根據愛荷華州的參議員葛利斯 他公布了這一段密錄器證實說 特勤局在槍擊發生之前 已經有收過到警告 早就知道有一名二十歲的槍手的身份 是相當的可疑 一種目的事情 我們在這次的影片 是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這次的封鎖 然後你會看到 一名警察 警察 他們在身邊 有些警察 他們在身邊 你會看到 身體的身體 你會看到 血液 血液 在樓上 你會看到 一名警察 有個建築 近來 就是那裡的警察發言過 那是那裡這些警察 第一次看到這個男人 然後拍照片 他們送到警察 他們看到他在車子 看到袁子 他們認為他為了失誤 那是為什麼他們送到那裡的影片 從整段密錄器的影像 可以看得出來 地方的遠景 還有另外一名特勤的探員在槍擊之後 就站在槍手的遺體旁邊 似乎也在確認說 他是不是就是發現的可疑男子 現場有一名應該是特勤局探員的男子 就說這一句遺體疑似 就是稍早被通報的可疑男子 整段密錄器的影片也證實了 特勤局其實早就知道 這個相關的情資就是有人通報 有可疑男子出沒 但是當時居然沒有即時的防範 好 持續來看到的是選情的部分 就是因為川普遇刺之後 雖然說他的政治聲量大為提振 而民主黨在經過煥敗混亂之後 現在黨裡頭似乎是一致達成的共識 就是要由副總統赫錦麗來出任 來參選 那路透社有一份最新的民調就顯示說 如果是赫錦麗對上川普的話 兩個人的民調目前的話是44%比上42% 川普是稍稍落後的 但是這個數字還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而目前民主黨對於總統的候選人 也比較明朗了 凝聚了基層黨員的士氣 賀錦麗在一天就募得了26.8億的資金 這也讓矽骨的民主黨黨員 可以說是士氣大正 現在其實賀錦麗她距離正式代表 民主黨出征 只剩下臨門一腳而已 賀錦麗也在拜登退選之後 她個人的第一場競選眼中當中 她可以說是火力全開 對準川普開炮 在這些彩領裡 我拗了批判所有的各種 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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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aters who broke the rules for their own game so hear me when I say I know Donald Trump's type 那他也會在台北時間週四的上午八點鐘 在白宮橢圓行辦公室發表全國演說 這個重點是他將會聚焦如何 接下來他的任期要如何完成對 這個選民的交代 還有一般民眾的一些指派給他的任務 另外他也會提到的是 當時他為什麼決定要退選的細節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他為什麼要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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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他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接著